为了和有钱的白月光复合 我逼妻子下跪 对她实施冷暴力 甚至在炎炎盛夏 将她赶出家门 致使她不幸中暑堕胎 在她躺在医院炎炎一息时 我更当着她面前 和白月光激情拥吻 去酒店开访 终于 她心如死灰 签下离婚协议远赴国外 五年后 她成为致命财法 风光回国 只为让我这个屈炎富士的渣男后悔 可她不知道的是 我已经死去五年了 五年前 在她堕胎手术那天 捐出了救她命的心脏 离婚第五年 妻子柳如燕回来了 她像一株摇曳的玫瑰 艳丽又充满光芒 重新见到她的那一刻 我是有些茫然的 五年的时间 居然可以把人改变得这么彻底 和我记忆里那个温婉的女孩 截然不同 而今天 是她的订婚宴 不同于过去 现在的柳如燕 待人处事游刃有余 她举着酒杯穿梭在人群里 浑身散发光芒 席间 有人突然问起柳如燕 明明国外的事业如火如荼 为什么突然把重心转回了国内 柳如燕勾了勾嘴角 然后轻轻拧了一口红酒 突然冷笑了一声 五年前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背叛 懂得了在利益面前 什么爱都能装出来 这次回来 我就是为了让一个 屈烟富士的渣男后悔 听到这话 我愣在了原地 没想到她真的恨我到了这个地步 而柳如燕充满恨意的回答 让周围的人都有些尴尬 有些熟视我和柳如燕的人 自然知道她口中说的渣男就是我 一个和她结婚三年 恋爱七年的男人 只是五年前 我和柳如燕突然就分开了 她远走国外 而我再无音讯 有人说是我帮上了富婆抛弃妻子 也有人说是柳如燕出轨 不过真正原因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现在大家争先讨好的人是柳如燕 这时 秘书忽然走到柳如燕的身前 然后在她耳边轻声说 刘总 她来了 就在外面 柳如燕听后整个人脸色都变了 她紧紧握住手里的杯子 柳生河面前的客人打完招呼 就借口换衣服拎着裙子离开了会场 而在休息室里 柳如燕刚坐下 保镖就把一个男人扔在了她的脚下 姜怀 五年了 你就这么不敢来见我吗 也是 像你这种眼里只有权势的渣男 现在看我发达了怎么能不凑上来 说着 柳如燕一把扯开了男人的口罩 结果却不是我 她拧眉 语气冷了下去 将知 怎么是你 而弟弟骤然失利 亮呛着跪坐在地上 刚刚她的脸被口罩捂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和我有七八分相想 也难怪柳如燕会把她认成我 弟弟有些震主 她抬头看着柳如燕 脸上带了几分怀念 嫂子 这个太久没听到的称呼 让柳如燕神色微动 可反应过来后又嘲讽一笑 你这声嫂子我可担当不起 你鬼鬼祟祟的在我订婚宴外面做什么 弟弟低着头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把怀里一直固着的盒子 递到了柳如燕面前 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 我知道你要结婚了 然后希望你能幸福 柳如燕懒懒的接过盒子 在看到里面有些泛黄的平安符后 笑出了声 将知 你哥不是都攀上沈家大小姐了 怎么你没跟她一起得到升天 送这么廉价的东西 弟弟敏纯 这是我的心意而已 嫂子 不知道怎么的 弟弟说完这句话后 柳如燕脸色立刻沉了下去 她一把将盒子摔落到地上 将知 我不需要你的心意 还有别让我再重复 我不是你嫂子这句话 我先会起 说完这句话 柳如燕就起身准备离开 她路过弟弟时 高跟鞋狠狠踩在了平安符的上面 然后冷声开口 姜怀她就这么胆小 连见我一面都不敢了 弟弟捡平安符的手愣住 可她仍旧低着头没有说话 见到这一幕 柳如燕哼了一声 也是 你们江家人都是没良心的 我早就不该再有妄想了 弟弟拿着平安符 坐在地上很久才起身离开 而她刚到医院 就被妹妹的主治医生叫走 是姜之吧 现在市场上出了一种药 你妹妹如果接受治疗 她的病就有概率治好了 听见这话 我弟原本的疲惫被一扫空 他兴冲冲的开口 那孙医生这个药要多少钱呢 钱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这个药是柳氏出产的 目前名额不多 我想问你有没有关系 这样有可能提前拿到特效药 对你妹妹的病情也有帮助 医生的话对弟弟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柳氏 是柳如燕创下的企业 好一会儿 弟弟才反应过来 医生的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话只能看天意了 医生离开后 我看着我弟在妹妹床前站了很久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我弟就起床了 他顶着一双充满红血丝的眼睛 给妹妹掖了掖背脚 看着骨瘦如柴的小姑娘 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小安 哥哥一定会救你的 我只有你了 我跟着弟弟一路来到了柳氏楼下 只是令人意外的是 他刚开口就有人把他带到了柳如燕的办公室里 我弟被秘书带到办公室里后 柳如燕脸都没抬 他像是早就知道我弟会找他一样 什么事 我弟站在他办公桌前 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口 我听说柳氏出了一个特效药 对养护心脏很有用 如燕姐 你能不能拿一份药救一下小安 听到这话 柳如燕把手里的文件扔在桌子上 双手环胸满脸讽刺的盯着我弟 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妹妹 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如燕姐 当初你也很喜欢小安的 我弟急忙开口 一听我弟这样说 柳如燕笑出了声 我当初很喜欢小安 你哥当初也说要爱我一生一世 结果呢 我怀孕的时候他出轨 我的孩子没了 他却在和别的女人快活 将知 你有什么脸来找我呢 或许是过往太过痛苦 说完这些话后 柳如燕的眼底已然泛红 弟弟脸上的血色寸寸消失 他垂着脑袋声音沙哑地说 如燕姐 过去的事情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你 只是小安的身体真的拖不起了 柳如燕缓缓吐出一口郁气 随后笑了笑 歪着脑袋说 其实按道理来说 江淮的那个小三家里这么有钱 小安的并不应该早就好了 江淮这个人也真有意思 知道我事业上好起来了 就马不停蹄地让你来找我 也真是难为他了 让我给客笑药也可以 喊你哥跪在我面前 给我磕头认错我就原谅他 不然 客笑药你一磕也别想达到 说着柳如燕就站起身 走到了我弟面前 准备请他离开 我弟急忙拉住柳如燕的袖子 满脸哀求地说 如燕姐 小安的身体真的等不了 算我求你了 他心脏已经附和不起了 柳如燕冷笑一声 然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弟 声音冷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妹妹不是五年前做了心脏移植吗 那个心脏源还是你哥从我这里抢过去的 怎么 现在出现问题了吗 看来 是报应了 他一字一句地说 而我弟弟的脸色越来越灰白 我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忽然意识到五年前我的自作主张 伤害了多少人 特别是柳如燕 以前的他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和柳如燕相识于高中 因为父母破产 我带着弟弟妹妹转学回了老家的学校 在那里遇到了柳如燕 一个坚韧又勇敢的姑娘 那个时候 我沉溺于父母离世的痛苦无法自拔 虽然破产后 爸妈把所有外债都给还清了 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 能够支撑我们念完大学的费用 可他们在安排这一切后 拉着手一起吃下了安眠药离开了我们 其实至今为止 我也不懂为什么爸妈会这么想不开 难道真的是落差感吗 而我来到老家中学的第一天 老师就把我安排在了柳如燕旁边 他说 他的同桌刚转学走了 希望以后我俩能够互帮互主 起初 他的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 我因为不合群被搬上的小混混拦住 是他虚张声势说主任来了 才把人吓走 那个时候 我才把目光落到他的身上 从那天起 我开始真正把自己从过去抽离出来 曾经的生活在美好 可那也仅限于过去 后来 和柳如燕熟世后我才知道 他的家庭也并不是这么美好 父亲酗酒家暴 前两年因为失足落水去世了 他和妈妈的生活才渐渐好起来 即便如此 柳如燕妈妈这些年受的苦太多了 身体已经受到了影响 并不能做太重的工作 所以平时柳如燕放学后 还得去做点小工挣钱养活家里 即使他有先天心脏病 可柳如燕就像沼泽中生长的疼乱 张牙舞爪地散发着生命力 18岁高三毕业那天 我向柳如燕告白 然后25岁结婚 28岁离婚 直到现在 当过去的一幕幕闪现在脑海中时 我还是有些遗憾 人生的不确定性太多了 相爱的两个人并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相知 看吧 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 去解释你哥哥当初做的那一切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不是自己的东西抢走了也没用 你说对吧 柳如燕满脸讽刺地说 而我骤然听见这话 头一次想给自己两巴掌 为什么当初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柳如燕说的 小安抢走他心脏源的事情 是在我们离婚的一年前 那一年 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柳如燕和小安的身体同时出现状况 医生说他们二人的心脏 已经承担不了日常生活的运作 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 而因为小安的病情更加凶猛 我瞒着柳如燕 把他找到的心脏源给了小安 直到这件事后 柳如燕第一次和我爆发了争吵 她红着眼睛质问我 是不是在我心里 她远远没有我的妹妹重要 我抿着唇 却无力解释这一切 最后还是柳如燕先低头了 她说她还能等 其实直到现在 我还是感到愧疚 我怎么能公输了这么一个真心爱我的女人呢 如燕姐 我哥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弟沙哑着声音说 柳如燕听到这句话嘲讽地笑出声来 他打量着弟弟 似乎在分辨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可最后 他还是没有回答我弟 只是打电话让人把我弟带走了 被人拖走前 弟弟一直在请求柳如燕 如燕姐 求你一定要救救小安 把弟弟赶走后 柳如燕揉着刺痛的脑袋 我看着他痛苦的模样有些心疼 其实 五年过去我们都不该再去打扰如燕了 这时 柳如燕的手机忽然响了一下 他看完信息后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情 见到这一幕 我有些震主 内心充满了苦涩 想必 发信息的人就是他的未婚夫吧 如燕一定很爱他 柳如燕把手机放进包里 然后随口吩咐秘书两句后就开车离开了 我还是没忍住跟在他后面 想要看看他去哪里 没想到柳如燕轻车熟路地去了超市 然后买了一些东西后回家炖起了汤 百合莲子银耳羹 他动作很利落 像是经常做的样子 见到这一幕 我凭空苦笑一声 跟我结婚的时候 柳如燕可从来不做这些 他不会做饭 不是糊了就是苦了 所以三年来 家里他就几乎没下过厨 而等汤好了以后 柳如燕拿着保温筒开车去了某个酒吧 刚到一个包厢门口时 却听到了里面的谈话声 七成你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吧 追了这么多年嘖嘖嘖 另一个人接话道 对啊 咱们七少一动烦心了什么原则都没了 不过要我说一开始 直接把那个男的处理了 七少哪能等这么久 对了 那个男的叫啥来着 江 江淮 对 就是江淮 都死了五年了 嫂子还不知道 七少瞒得可真几 七成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然后笑着开口 好好地提什么死人 不过现在如燕对他恨之入骨 我也算放心了 隔着一堵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听得这么清楚 而现在 昏暗的灯光下柳如燕神色不明地站在原地 下一秒 他推门而入 然后对着七成冷声质问 你说谁死了 此刻 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柳如燕身上 包括七成 他见到柳如燕 附和地说 是啊嫂子我们在说以前的一个朋友 七成 你知道的如果骗我 我们就解除婚约 柳如燕声音冷到了极致 毕竟 我也可以找人调查这件事 七成的脸色也沉了下去 他走到柳如燕身前 放轻了语气 如燕 江淮的确死了 他当初抛弃你 然后就得到了报应出了意外 这些年我没告诉你 只是怕影响你的心情 你走开 柳如燕竟然一把将柳如燕推开 然后他抿了抿唇 眼神里带了些抱歉 七成 我想我需要时间静一静 接着他就转身跑出了门外 我跟在柳如燕身后 看着他漫无目的开着车 最后停到了某条 看起来有些萧条的街边 我抬头看到熟悉的牌子 才发现这是我和柳如燕 以前恋爱时同居的地方 我和他在本市读的大学 毕业后我们都没什么钱 就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套件 那个时候生活虽然简单 但是我和柳如燕在一起 过得也算幸福 后来 我和柳如燕的工作稳定下来后 攒下了不少钱 于是动了自立门户的心思 我和柳如燕在考虑许久后 最后还是决定 先开一家小的设计工作室 人员就我俩 没想到我俩因为收费低 加上设计的图纸效果不错 客户居然多了起来 两年时间 我和柳如燕的工作室 就步入了正轨 赚到钱以后我们就结婚了 可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 意外发生了 柳如燕和小安同时进了医院 医生告诉我 小安和柳如燕都有先天心脏病 以前吃药能控制 但是现在光靠吃药已经不行了 建议做心脏移植 医生的话对于我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室的工作 然后疯狂的去联系心脏源 甚至找了关系去所谓的黑市 可刚和那边的人接上头 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理由是买卖人体器官 警方了解事情后 再对我教育了一番 拘留了半个月才把我给放出来 这不得不让我放下了这个心思 不过庆幸的是 柳如燕等到了心脏源 可医生在经过心脏移植评估后 很遗憾地说 如燕和这颗心脏的适配毒并不高 很容易在移植过程中产生排斥反应 然而我并不能直接这样告诉如燕 他因为这颗心脏的求生欲强了不少 难道现在要让我亲口告诉他没办法吗 没等我考虑清楚 我就因为多日的操劳晕倒了 醒完后 医生看着我有些怜悯地说 脑癌 不过是晚期的 治疗之后能够活下去的 听到医生的话 向来坚强的弟弟红了眼睛 他咬紧牙关 哥 咱们一定要治 我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异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医生 我想拿我的心脏和柳如燕 做一下移植评估 如果合适我想捐给他 我想让他活下去 思绪回到现在 柳如燕看着熟悉的街道 一步步朝记忆中走去 直到他被人叫住 是如燕吧 柳如燕回头 发现是以前的邻居婶子 哎呦我就说我没有认错 如燕你现在生活过得不错吧 真好 邻居婶子说着又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以前你们小两口这么恩爱 就是可惜了小江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脑癌药 这癌药可真是害死人 有那么一瞬间 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然后是啪的一声 柳如燕的手机落到了地上 屏幕上爬满了蜘蛛网 即使刚刚听到了七成他们的对话 可他并不知道我居然是因为癌症死的 明明我们分开的时候还很正常啊 柳如燕心口一紧 他忽然想起了我在医院 照顾他时的异常表现 时不时的呕吐 以及他和我说话 使我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甚至我经常站不稳会摔倒 是啊 我要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柳如燕脸色煞白 他慌乱地问道 阿姨 你说江淮是怎么死的 脑癌 邻居神子看柳如燕不知情的模样 犹豫着又说了一遍 小江是脑癌死的呀 怎么你不知道呢 他都死了五年了 不可能 柳如燕立马打断了他的话 江淮明明是爱上了别人 他和一个有钱的富家女在一起了 没有回来过 阿姨你是不是弄错了 什么有钱的富家女 邻居神子也懵了 可他下葬那天我去塌了他 冰棺里的人就是小江 我不会认错的 我的灵魂站在柳如燕身后 看着他脸上慌乱无措的模样 有些心疼 五年前 医生告诉我 我的心脏和柳如燕的适配度很高 在知道结果的那一刻 我就决定不再治疗了 我的脑癌就算治好了 也会有很多后遗症 不包括精神障碍 或者是肢体受到影响 这样的我 对于柳燕和弟弟妹妹来说 就是一个负担 加上现在的钱 只够柳如燕和小安两个人的手术费 所以牺牲我 是现在最好的选择 弟弟知道后立马出声反对 哥 我不同意你要是死了 我和小安怎么办 彼时的弟弟刚上大学 年轻气盛 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现在还要放弃你自己 我摇摇头 手摸了摸弟弟的头发 强忍着眩晕 小只 以后安安就交给你了 脑癌晚期再治也是浪费钱的 以后这些事情 你就假装不知道就行 你嫂子那边 我得让他对我死心 未来他必须得有自己新的人生 后来 我设计和柳如燕离婚 也让他恨了我五年 柳如燕突然冷笑了几声 然后亮亮呛呛地转身离开上了车 直到坐上汽车驾驶位后 他像是刚反应过来 拿起手机给秘书发了一条信息 我要知道我和江淮离婚后 发生的所有事情 回到别墅后 柳如燕一个人坐在窗边 乌零零的背影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 只是手机一直想都不停 我走过去一看 发现都是七成打的电话和发的信息 如果柳如燕能够看见我 我很想告诉他就和七成在一起吧 至少他是真的爱你 其实 知道他的身份 七成就是我柳如燕转学离开的同桌 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 他大概没想到 只是去国外度曾经的功夫 柳如燕就成了我的妻子 所以我的死 他瞒着柳如燕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谁能主动向心爱之人提起他的前任呢 柳如燕就这么坐着 一夜没睡 一直到第二天太阳出生 他才挪了挪地方 而这时 秘书也被管家给带到了书房 他拿出一摞文件摆在柳如燕面前 刘总 这是您让我调查的 关于江先生近年来的一切动向 我想过去您大概误会江先生 秘书有些犹豫着开口 柳如燕没说话 只是抿着纯把文件夹给打开了 里面的东西不多 就只有几张照片和三份报告 照片大多都是五年前的旧照 甚至有我的一项和我葬礼的照片 看到这些 柳如燕的神色仍旧淡淡的 他把照片随手扔到一边 然后拿起下面的几张报告 只是一眼 他就愣住了 因为那三份报告分别是我的死亡报告 以及我的脑癌晚期确诊书 和我捐献心脏的协议 而被捐献人清楚地写着柳如燕三个字 看到这些 柳如燕眼神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他慌张地翻看着上面的东西 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他的心脏 是我的 柳如燕咽了咽口水 再也不敢看下去 半晌以后 他仿佛想起了什么 颤抖着手拿起我的脑癌确诊书 上面的时间显示 那个时候我和他还没有离婚 三份报告就像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勾勒出我死亡的真相 确诊脑癌 匿名捐献 最后得到一份死亡报告 柳如燕坐在椅子上 很久都没有动态 只是一双眉皱的痕迹 忽然 他蹭了一下站起身 然后扶着桌子和秘书说 你带我去沈家 我有些事情必须得问清楚 其实看到柳如燕这样 我是不忍心的 在成为孤魂野鬼的这五年时间里 我不止一次后悔 瞒着他做这些事情 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柳如燕 只是想让他尽快离开我 因为我并不想让他看到 我这副愁陋的模样 和柳如燕一块坐在后座 我没忍住一直打着他 五年了 如燕还是这样好看 而他仰着头 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等到了沈家 助理把车停好柳如燕 才睁开眼睛 现在的他即使和沈家没有交情 骤然来访对方也不会拒绝 我跟在柳如燕身后 看着他被沈家的管家 带到了客厅里坐着 看着周围熟悉的装潢 我有一瞬间的茫然 我和沈芳飞从小一起长大 在沈家待的时间 不比在自己家里少 其实死后我才明白 一开始因为父母破产 就和沈芳飞他们断了联系 无非是我自尊心作祟 这些年 他们对弟弟他们都很照顾 大概过了快半小时 柳如燕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沈芳飞才从楼上 不紧不慢地走下来 坐在了柳如燕对面 柳小姐 有什么事情 柳如燕收回落在沈芳飞脸上的目光 脸没问到 你和江淮多久的事情 听见这话 沈芳飞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 她抬起手将碎发挽在耳后 妩媚地说 柳小姐 你应该知道我早就结婚了 现在突然跑到我家问我的竹马 要是我丈夫知道了和我吵架 你能承担责任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听见这句话后 柳如燕握紧了手 眼神里隐隐出现愤怒之色 沈小姐 你现在知道收敛了 当初和江淮勾搭在一起 害得我流产受尽屈辱 你为什么现在能够这样轻易地接过去 沈芳飞 我要知道五年前所有的真相 柳如燕不傻 在看完秘书调查完的东西 她早就猜到了五年前的事情 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毕竟我们相守了十年 我怎么可能一瞬间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模样 沈芳飞明白了柳如燕的来意 她脑挨死了 她也不含糊 知道柳如燕找她一定是知道了五年前的事情 来求证的 那你和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有一个问题 江淮是不是真的爱你 沈芳飞也大大明白了柳如燕话里的意思 她没忍住翻了一个白眼 柳如燕 你都和别的男人订婚了盯着江淮干什么 你还忘不掉她呀 你们都离婚五年了 沈芳飞一向毒蛇 从小到大我就没从她那里讨到好处 柳如燕 我知道当年的事情在你心里是个结 沈芳飞脸下笑意 认真地看着柳如燕 其实就算你今天找我 我也不该说的 因为我答应过江淮 可现在我想想我觉得不公平 大家都是女人 我明白你的痛苦 说到底江淮就不该自作主张搞深情付出那套 弄得大家都痛苦 沈芳飞顿了一下 你应该也猜到了 我只是和江淮演了一场戏 当初她生病了脑癌晚期 刚好你的病又等不了 所以江淮就想把她的心脏给你 可她知道你肯定不同意 就骗你了 加上你之前在设计大赛上获奖 能够去国外进修拥有更好的未来 何必在她身上耗下去 说到这里 沈芳飞的语气已然哽咽 朋友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 而是一辈子的潮湿 这些都是她说的 但是柳如燕我告诉你这些 不是想让你什么痛哭流涕的后悔 我只是希望你能放下过去 听到这些熟悉的话 我顿时呼吸一致 心脏没来由的疼痛 说起来五年前的事情 现在我还是无法彻底平静下来 毕竟柳如燕痛苦的模样 在这五年时间里翻来覆去的折磨着我 在决定把心脏给柳如燕那天 我遇到了以前儿时的青梅沈芳飞 她还是以前女霸王的模样 父母破产后 我就和以前的朋友们断了联系 看见我在医院里脸色惨白的样子 她忍不住打去 又江口好久不见了 不是你要死了呀脸这么白 是啊 脑癌晚期 沈芳飞脸色一正 江淮这个玩笑可不笑 我摇摇头 没开玩笑 你能帮我演场戏吗 我想让我的妻子和我离婚 我告诉沈芳飞 让她故意在柳如燕面前和我亲密 然后骗她说沈芳飞是我初恋白月光 我要和她复合 听我说完 沈芳飞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 因为你得了脑癌不想连累她吗 脑癌晚期 治下去也没有意思 我想把心脏给她 沈芳飞答应了 我和柳如燕提出离婚那天 太阳特别大 窗外的阳光照在病房里 她看着神色认真的我 第一次感到了慌张 江淮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突然要和我离婚 她无力地拉着我的胳膊 喃喃自语 这个恶作剧一点都不好笑 江淮 我克制地不和她对视 只是把头别了过去 然后冷声开口 柳如燕 我们离婚吧 你身体这么差给不了我想要的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要不是我爸妈破产 我怎么会和你这种小镇姑娘在一起 现在我终于能和我的初恋复合了 她比你有钱得多 至少不像个累赘一样拖累着我 不得不承认 对柳如燕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心特别疼 而病床上的柳如燕 听见我闲雾的话 脸越来越惨白 江淮 我的身体会好的 我马上就能做手术了 而且我们的工作室发展也很好 不就是钱吗 我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得奖了 江淮 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啊 这是我们盼望了很多年的宝宝 你连她也不要了吗 柳如燕哭得伤心 江淮 是你在我妈的坟墓上发誓 说你会一辈子爱我 为什么你现在要这样做 我一把甩开柳如燕的手 用一种残酷又恶毒的语气说 柳如燕 你还在等那颗心脏呢 早就被我拿去给我妹妹治病了 你不知道还要在这医院里花多少钱 我浪费这些时间干什么了 大家好聚好散 离婚协议趁早签了给我 说完 我就决绝地离开了 而身后 柳如燕的哭声一直断断续续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从此落在我的心上一辈子也忘不掉 可后来 柳如燕迟迟没有点头 而我晕厥呕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 于是我拉黑了柳如燕的所有联系方式 对她主动求和道歉视而不见 甚至把她的所有行李打包送到了医院 刺眼的阳光下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柳如燕 柳如燕你不是爱我吗 不愿意离婚就跪下求我呀 她听见这些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嘴唇在不断颤抖着 最终 她缓缓跪在了我的面前 其实 那一刻我动摇了 柳如燕那么爱我 难道我非得用这种方法逼迫她离开我吗 可只一瞬间 我就重新拥有了理智 恨我 总比一辈子带着愧疚活下去的强 你爱跪 就一直跪着吧 我没忍心回头看她 后来听说柳如燕因为打击太大 加上众手孩子没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天昏地暗地晕了过去 对不起了宝宝 爸爸没办法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柳如燕怀孕这件事 是她在家心脏病发被送去医院才知道 医生和我说 现在并不适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后来 在柳如燕因为堕胎手术 躺在医院奄奄一息时 我故意拉着沈方飞当着她的面 和对方激情拥吻 柳如燕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怎么能和方飞比 要我说你连她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走吧宝贝 现在春孝一刻值千金 我们去医院对面的酒店休息休息 终于 柳如燕心如死灰 签下离婚协议 做完心脏手术后远走国外 现在 柳如燕终于知道了所有真相 她声音轻颤 指尖已经钻得发白 凭什么 江淮以为自己是什么救世主吗 她是不是就想看到我痛苦的模样 沈方飞叹了一口气 看着窗外花园里 而是我们经常做的秋千出了神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同意她的做法 但是江淮这个人太轴了 她觉得就算你恨她 也可以开启新生活 可惜她错了 一切都是她觉得 其实她的脑癌积极治疗 能够再活个几年吧 但是她不愿意 她想让你活下去 江淮说 她的心脏在你的身体里 就代表你们能够永远在一起了 她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受 两久 我柳如烟才挤出这句话 声音酸涩到了极致 江淮不让我见她 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也应该清楚 这么骄傲的人 怎么会让别人看到她难堪脆弱的模样 沈方飞说完 两个人都沉默了 不知过了多久 沈方飞忽然疑惑地开口 不对啊 五年前江淮几日我联系过你 让你先别走 你都不知道吗 这话一出 柳如烟茫然地看着沈方飞 她摇头开口 我根本不知道 你怎么联系的我 我用江淮的手机给你发的消息 你换号码了吗 因为你没任何回复 也没有出现 于是我莫认为你并不想知道真相 所以我就再也没找你 离开沈家后 柳如烟风也试得冲回家 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饭旧的手机 她颤抖着手给手机冲上电 然后在短信里翻看着 结果却黑名单里看到了我 把我从里面放出来后 终于看到了那两条信息 第一条 是临死前我发的 如烟 我很抱歉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希望你未来余生平安喜乐 第二条 是沈方飞发的 柳如烟 我是沈方飞 我有话和你说 明明自己从来没把江淮拉黑过 柳如烟颤抖着手 看着手机里的信息 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屏幕上 忽然 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立马把七成叫了管 七成气喘吁吁的赶到别墅 还以为柳如烟有什么急事 如烟 怎么了 看到她 柳如烟怒气冲冲的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冷声质问 七成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江淮发的消息 是不是你拿着我的手机把她给拉黑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江淮死了 见提起我 七成的态度骤然冷了下去 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件事吗 柳如烟 你现在是站在什么角度质问我的 你别忘了我才是你未来的丈夫 七成气急败坏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好不容易能得到柳如烟的一点真心 结果对方一遇到我就什么理智都没了 谁是真爱 一目了然 柳如烟皱着眉头 难过的叹了口气 七成 我很感谢你这些年陪在我身边 可是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 我心里忘不了江淮 无论是恨还是爱 你知不知道 那天我听到你说江淮死了我有多难过 而且我原本是为了给你送汤去的 我在试着对你好 可我还是无法彻底欺骗自己去爱 听到这里 七成已然红了眼眶 她双手握住柳如烟的肩膀 怒吼道 可是她已经死了 明明是我先遇到你的 凭什么现在还轮不到我 对不起 阿成 柳如烟取下手上的戒指 然后放在了七成的手心 第二天 柳如烟和七成的名字就上了热点新闻 柳如烟和七成解除婚约 后来 柳如烟找到了我弟 让我弟带她去了我的坟墓面前 她捧着一束我喜欢的向日葵 有些怀念地说 江淮 如你所愿我会恨你一辈子 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墓碑面前 穿过时间掉进我的心里 柳如烟就这么跪在我的墓碑面前 抚摸着我的照片 然后很温柔地替我擦去了一切风霜 江淮 你以为做这一切我会很感动吗 不我只会觉得你是个傻子 你以为我会很想要你的心脏吗 一点也不想 其实 我之前的话都是赌气说的 我还是很喜欢你 我故意大张旗鼓举办订婚宴 就是想看你后悔的样子 江淮 我真的很想你 柳如烟 从来都是个特别坚强的人 我明白她的赌气 也明白她的愤怒和难过 她不停想要见我 想要让我知道五年前的决定是错误的 因为恨我 她也厌恶我的弟弟和妹妹 可如果真的讨厌 怎么会在我弟离开后 立马让人给她送去了特效药 给小安治病 如烟啊 一直都心软 从那天开始 柳如烟仿佛失去了所有情绪 她麻木的工作 一点也不让自己空闲的时间 看到她这样 我觉得特别心疼 我想告诉如烟 别这么惩罚自己了 未来还有这么多时间去享受生活 可是她听不见 直到柳如烟 因为工作密度太大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 身体再这么折磨下去 她的命就没了 可柳如烟听到这话 竟然松了一口气 真好 我快要离开了 最后还是沈芳飞看不下去了 说柳如烟这样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就是浪费我的付出 这才让柳如烟吸了这个心思 最后 她开始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带着我的心脏去周游世界 至于自己创办的公司 她毫不犹豫地全部卖掉 一半给了七成作为感谢 另一半捐献了公益 毕竟这些年柳如烟自己的存款 也能够很好的生活了 后来 柳如烟一直在旅游 带着我亲手求来的平安府 而直到七十岁那年 她在海边的躺椅上咽了气 此后 她终于见到了我 看到我的那一刻 柳如烟苍老的面容开始飞速地变得年轻 她惊喜地看着我 江淮 如烟我一直在你身边